现在我在四川成都这边 成都这边的工厂都已经复工一个多月了 然后小区那些已经全面解封了 今天我们去逛一下超市 看一下那个沃尔玛超市那里的人流量怎么样 走吧 出发 现在我来到沃尔玛这里了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吧 我们先到超市里面看一下吧 现在我来到沃尔玛超市这里了 大家看一下超市里面的客流量也很少啊 对不对说没人 这里是百货区 人流量很少啊 我们再去食品区看一下 食品区明显要比百货区人多很多 但是这个人流量也不大 超市的情况大概就不样子了 我们再去福州去看一下吧 现在我来到二楼 大家看一下 二楼的客流量还蛮大的 明显比一楼大很多啊 二楼的情况大概就这样子了 我们再去三楼看一下吧 现在我们去三楼 现在我们来到三楼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三楼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我还有点吃惊了 二楼一楼的还有点客人 三楼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大家看一下 好安静啊 三楼这里主要是卖有应用品 还有应用用品的 真的是一个人的看不到啊 现在逛完出来了 大家也看到了 除了二楼卖衣服的地方 跟超市里面人多一点 其他地方都没什么人 这个结果我还有一点吃惊了 我以为都解封了 大家会出来报复性消费 结果没有 我有买你们所在的城市 那像大型的超市 还有商场 你们流量大不大呀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